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WordPress视频教程 这是我们做的第三套教程 前两个分别是Avada和RT18 这套是用WordPress和BE-SIM做企业网站 BE-SIM就是BE主题 当时我们在做Avada教程时 是因为它是连续几年的销量冠军 在SIM Forest的那个市场上 RT18是因为它自带了产品系统 特别适合做外贸网站 用户也比较多 这次的BE主题是因为它模板众多 截止到现在已经有220多套 还在追加中 模板的样子有很多都不错 可以和万元的那些定制网站媲面 接下来我说一下这套教程的目标 目标是做一个企业网站 一个HTML5的网站 你不用去学HTML5的语法 也不用学CSS3 也不用学GIS PHP编程也不用 因为以上这些东西都有人替我们做好了 而且他们还是国外的设计师和工程师 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拿过来用 BE这套主题 它的作者是一个波兰的团队 他们很勤奋 几乎每周都会更新 还经常会增加新的模板 那我们如何来做一个企业网站呢 分三步 第一步就是从这220多套的模板里挑一个 第二步是把Wordpress和主题 这个BE主题传到主机上 并且导入你想要的那个模板 第三步 根据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逐个页面 逐个元素的去修改和替换 这里面第三步是最麻烦的 也就是最需要学习的 我们通常了解到的 做一个网站 需要先设计师设计 然后工程师开发后台写效果 这是一个传统的做法流程 耗费人力物力财力 很多大中型企业的网站 都在采用这种方式 我们这套做法是一种新的建站模式 小巧精干 新颖美观 在国外有很多的用户 因为Wordpress是一个标准化的系统 有很多开发者给它开发主题和插件 系统是开源的 可以不受建站公司的限制 我们用Wordpress做的这个网站 属于一个独立的系统 独立的网站 不是那种智能建站系统 智能建站系统建立的网站 将来的维护 包括续费都离不开建站公司 一个建站公司提供的网站模板 或者是功能的扩展和全世界开发者 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用这套做法做的网站 我们可以自己选择主机 比如说阿里云的虚机 或者是国外的主机 每年只需要续费主机和域名 这点和传统网站的做法相同 Wordpress建站和传统建站 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网站建设的工期和成本 还有日后网站修改的工期和成本 差别很大 比如传统建站 工期一般至少一个月 上线后如果要修改样式或者是板式 或者是菜单什么的 需要设计师参与出图 再由工程师修改 Wordpress建站 工期通常只需要一周 甚至更短 上线后的修改 因为Wordpress主题的编辑器 所建即所得 不需要代码 一个客服人员即可 而且修改起来很快 我们现在视频正在播放的 就是BE主题的最近的几个模板 从这些模板上看 几乎看不出来是选模板做的网站 因为模板做的网站 给我们的印象都是统一的标准化的 换一下文字 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刚才演示的第一个是一个物流公司的网站 第二是一个披萨店的网站 第三是一个律师的网站 后面还有一个卖自行车的网站和商城 这些个网站 从图片 色彩搭配和版式上 都特别的符合 他们这个行业的主题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 Wordpress的网站功能 第一个就是页面的管理 页面 比如说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服务介绍 这些都是页面 我们可以创建 很多这样的页面 这种页面的排版 它的样子 可以参考B主题演示用的网站 我们都可以很方便的拿过来用 也可以在现有的这个固定的样子上去删减 第二是文章管理 也就是新闻管理 可以建立很多分类 比如公司新闻 行业新闻等等 第三就是留言系统 用户就是网站的访问者 可以在网站上提交表单 系统会把信息 提交的这些信息 发送到指令的管理员邮箱 第四 换灯片的管理 换灯片就是网站上那个头图 能够动的那个换灯片效果 都是可以管理的 第五 如果需要 也可以用插件来做产品管理 就是做一个商城 比如自行车的那个网站 有产品管理 购物车 订单 会员等等 自行车的这个网站 其实它是一个demo demo就是演示站的意思 BE主题有220多个demo 也就是有220多个演示网站 这个demo是最近新出的 我个人很喜欢 另外 它有产品系统 这个系统实际上是由插件来完成的 这个插件叫WooCommerce 我们这个教程就是用这个自行车demo 这个网站来做演示 教大家这样的网站如何来做 根据我们的使用经验来看 只用一个demo做讲解 应该是不够的 它有220多个demo 这些demo有共性 也有区别 我们这套教程 以自行车这个demo作为主要讲解 还有搭配其他几个demo讲解 作为辅助 日后有了新的比较好的demo 把它们的讲解也追加到这个教程里 教程的内容 以主题操作演示为主 另外还有一些网站运营的课程 比如网站速度优化 SEO 还有图片优化等等 这些网站运营的基础课 有可能将来开一个公开课 大家肯定是能够看到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购买教程之后 如果有问题该怎么办 大家可以到课程的讨论区提问 我每天都会上去看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这种wordpress网站适合做小型的网站 因为B主题每个demo只有几个页面 把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项目 用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给它介绍表达清楚就可以了 另外这种网站都是响应式的 可以在手机上正常显示 也可以用微信的自定义菜单来调用 当然了 这需要微信的认证 好了 这节课是第一课 说的比较多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